欢迎收看宇宙末世录 带你探索不同神话角色 背后的历史典故 和有趣故事 新一年的开始 是古人推断 宇宙诞生的那一天吗 宇宙又是怎么诞生的 而且宇宙的诞生 跟我们人类出生 非常相像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来聊聊宇宙 及我们最初的起点吧 最早在古埃及时 古埃及人选择定居于 尼罗河的两岸 慢慢发展出一套 独特的农耕文化 正因为依赖农业维生 他们特别受惠于尼罗河 泛滥带来肥沃的黑土 他们急需把握 尼罗河泛滥的规则 他们发现 当天亮星和太阳一起东升时 尼罗河便会开始泛滥 而每次泛滥 距离下次的泛滥 相差365天 于是 他们便把这一天称作 元旦 所以 元旦并不是指宇宙诞生的日子 我们接着聊聊宇宙的起初 从非常不可思议的起点开始 将宇宙历史往回倒带 所有星系终会起到一个 无限小的点 称作起异点 每个星系或其前身 被压起到大小为零的程度 而密度 温度 与时空曲率等等的物理量 则变成了无限大 奇异点 就是万物的起点 超过那个界线 宇宙系浦 就无法再往前延伸了 恒星上头所有物质 都缩近了这个体积 无限小的点 环绕在起点周边的 就是物质无从逃脱的空间 其边界称为事件世界 任何物体一旦进入事件世界之内 就永远无法离开这个区域 就连物体所发出的光 也会陷落其中 因此 外界的观测者 再也看不到它 削弱的物体 最终将坠毁在起点上 最后 起点产生的大爆炸 将运从的能量释放出来 宇宙学家通常所指的 大爆炸观点为 宇宙是在过去有限的时间之前 有一个密度极大 且温度极高的太珠状态 演变而来的 根据2015年 普朗克卫星所得到 最佳观测结果 宇宙大爆炸 距今约为138亿年 并经过不断的膨胀 到达今天的状态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有关起点的故事 欢迎点击 上方资讯卡 聆听Trinity and Lucifer Trinity and Lucifer 新世界片第19集 起点 在高跟1897年的名画中 他有提到 我们从何处来 我们是什么 我们往何处去 这个作品 描绘生老病死的循环 每个人的起源 身份与宿命 宇宙的起源与结束 就像我们人的生命开始 与终结 最初 母亲怀胎十个月 我们在妈妈的怀里 你看不见光 又如黑洞一般 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刻 你便身处在黑暗当中 但在这黑暗里 你渐渐茁壮 有了能量 去伸展手脚 甚至能听见外面的声音 有所反应 你听见 可能是母亲 期待看见你的 男男自语也好 亦或是 父亲对着你 输出的寻寻期盼 到最后 你终于出生 展开了人生旅程 你便看见第一道光芒 有如黑洞 最终有了大爆炸一般的 光芒乍现 我们的生命 犹如宇宙的进程 我们 生在宇宙 宇宙 也生在我们 你觉得宇宙诞生 跟人类的出生相似吗 起点 产生的大爆炸 真的存在吗 欢迎你们 在影片上 往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别忘了按赞 开启小铃铛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回见